大家坐公交车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个细节 大多数的公交司机并不会系安全带 那么为什么公交车司机开车的时候 不系安全带却没有被处罚呢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安全带的使用 安全带能够在出车祸的时候防止驾驶人员抛出窗外 或者说防止驾驶人员对着汽车翻滚 而产生二次伤害 并且能够协同安全气囊对驾驶人员进行保护 在急刹车的时候 也能够避免驾驶员和副驾驶人员撞到前方的挡风玻璃上 既然如此公交车司机还不系安全带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 可是你要知道现阶段很多公交车是没有安全带的 法律也没有对公交车安全带做硬性的规定 公交车一般都是在市区开速度非常低 安全性能很高 出车户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所以不系安全带一般也没什么事情 而且公交车司机需要操作许多按钮 公交车的仪表盘比较大 有一些按钮在司机很远的地方 如果系上了安全带的话 就没有办法对这些按钮进行操作 所以也就取消了安全带这个设计 既然安全带是为了保护驾驶人员的安全 可公交车司机在市区根本就不会发生危险 所以安全带这个设计也毫无作用了 因此有没有安全带也无所谓 如果系上的话 还会让司机操作变得复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